是你 缠缚的 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过一致的 是你是痛苦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 缠缚的 是你 缠缚的 你这干嘛熬不住了 我干嘛熬个球啊 没有头 本来说可以减刑的 可是碰上几个会流血排马的 先捡了 告诉我等下一批 我等个球啊 等着活念马云 偷着胡椒面啊 操我吃吧 我给你找胡椒面去 那你抢枪干什么 不行 那啥呢 我要不抢枪 他们早崩了我了 我现在啊 没什么好惦记 就担心我妹女 我妈改嫁了 不要我了 我爸找了媳妇呢 总是找我们两个茬 别打 我 老季 找我有什么事吗 秀车厂的事 你到底想怎么着 我不想做了 过两天我要走 以为我操心 可是翔和帮子 都希望你留下来 这里是你的家呀 这是我的事 以为我操心了 你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可是 你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决定呢 我已经决定了 unch 快点 到时候 怎么办 inc Border 新西冠 俊强 指定 弟兄 你出去 尊贼 您有点事 来 走 走 来 好嘞 我这儿拿了一些照片 您看看 这是什么人啊 这些都是咱们这儿附近 有个盗窃前科的人 您看 您见过没有 小乔来了 今天休息啊 休息 休息 科长 你看看 这什么呀 你也看 这里的治安啊 一直都不错 而且呢 还是亲亲社区 出现了这种事情 我们一定会查到底 希望你们能够配合一下 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怎么就没有罗大进的照片呢 他可是啊 因盗窃罪 刚从监狱出来的 就在后组住 这是啊 这一年啊 有个盗窃行为人的相片 罗大进这个人呢 小招调到的时候跟我说了 他在里边改造得不错 而且呢 已经过几十年了 我只是提供个线索 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啊 老跟石珠套近乎 我爸不愿意 他呀 可能就怀恨在心 我们家那个红莲燕菜谱啊 特别值钱 全幸福街的人都知道 他也知道 好 谢谢你再提醒啊 今天啊 我这不多答应你们了 好吧 不过 有什么事情 赶紧及时向我报告 对 好 走了啊 走啊 不送送啊 我们啊 也不能随便怀疑人家罗大进啊 他还帮咱们绣过车呢 我就是给小乔提供了个线索 我也没说一定是他做的 高城 你没发现 最近爸有点不太对头吗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谁不烦呢 我听说每个男人身上 都有自己的味道 你愿喜欢男人 就喜欢男人身上的味道 这句话呀 一点都不假 来 让我闻闻 别胡闹了 我是怕他吸烟啊 闻一会儿 怎么了 你闻什么呢 没有啊 我是在闻闻 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我省省闻不够 闻半天了都 你说什么呢 我给你拿领带 今天又有夜行啊 晚上别等我了 我听控制塔的人说 你打电话问过我什么时候落地啊 你 你 自从 上次的事以后 我一直放心不下 知道你平安落地了 我才踏实了 你放心 我会没事的 别担心 好 我走了 小心点 我都闻到醋味了 你再嫉妒 嫉妒 我嫉妒什么 你在嫉妒那个空姐 你在想 是不是叔叔上次抱完她之后 就会和她在一起呢 所以你才问问她的衣服 看看上面到底有没有她的香水味 对不对 老师交代啊 我凭什么嫉妒 她在救人 你想得太歪了 我想得歪 反正啊 谁嫉妒谁知道 我不太想管你俩的事 如果你要想知道真相的话 你也可以去问呢 我可以帮你问 好了 小姐 不劳大驾了 最近 怎么没有你那个帅哥的电话了 是不是刚刚出现危机 就希望天下大乱 来了 大乱的天 有什么话不能到李姑娘说啊 哎 哎 对了 你这人怎么没来啊 小吵的单子都出来 别耽误出菜啊 徐呀 咱们石家和徐家 在幸福街也算是老邻居的 哎 我这一天 从来没求过人 今天我求你了 哎 你看你这是 舅舅贝贝吧 我求得了 你又让小杨 你的眷顶 我 我们石家所有人会感激你一辈子 我知道 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带小杨 不容易 钱 我们可以多给 可小贝贝 贝贝的时间 他不多了 我求你 你求他 钱 你以为我不让小杨捐骨髓 是为了钱 老石头 你也太小看我徐爱珠 如果是换了你的儿子 要被抽骨髓 你愿意吗 你恨我也好 骂我也好 小杨的腿还没好 你这不是血上加霜吗 我这个当妈的 能眼看着自己的儿子 救上美好 又天心病吗 命里住的呀 我今天 不是来逼你捐骨髓 如果换了任何人 我都不会说 我觉得 我们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应该说出来 贝贝心里难受 你说吧 我听了呢 我爸有病 是肝硬化 挺严重的 我姐和高成 早晚得散 贝贝将是她全部的希望 而现在这个希望 就寄托在你的身上 如果贝贝也离开了她 我姐就什么都没有了 师主 我妈养了我这么多年 费尽了心血 我不知道怎么她能说服的 小杨哥 小杨哥 师主大姐 小杨哥 我今天在书店看到这本书 书上说呀 肝骨髓不会影响健康 这个我们也知道 医生也说过 现在最关键的 是要让徐宇也能够理解 麻烦你们了 对了 上完 这书给我 我给我妈看看 好 我先下去了啊 好嘞 小杨姐 乔总之 今天怎么有空 到我这儿来了 脚小桥就行了 别老那么客气 这画是你画的 不是 是邻居小孩画的 本来要和别人开书店的嘛 现在不做了 好 是何时竹吧 我听说了 是时威天反对时竹 在这里开书店吧 认识一个人呀 需要过程 你不要怪他 好吧 石家被盗的事 你知道点什么 这事我不知道 听说石家有一个什么菜谱 挺值钱的 你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 可我从来没想过什么 对了 我上次帮高成修车的时候 他跟我提起菜谱的事 他说我让师叔在这儿开书店 是为了菜谱 是他让你去拿菜谱 他倒没这么说 他说我为了菜谱的话 让师叔在这儿开书店 肯定没有希望了 好吧 那你先这样 有什么事 完了我再找你 好吧 成绩单不错 但这说明不了什么 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比你的成绩单还好 可现在还不是个小律师吗 搞咱们这一行的 一定要用脑子 不能靠死的那些法律条文 啊 明白吗 我知道 上大学第一天啊 老师就说了 法律的天平 要放在自己的心里 那都是说教 还有 我这儿 妙小 本来是装不下你这个高材生的 但是 还是 碍于我岳父的面子 就把你留在这儿 咱丑话说在前面 钱的事 办完一个案子 按比例提成 工资没有 你看行不行 行 我反正就想实习一下 您怎么说啊 我就怎么做 好 我这儿有个案子 明天就要开庭 你把这些啊 拿去帮我整理一下 试用什么法律条文 你注明 需要的话 你可以来查一下书 给我注明在哪一页上 行 谢谢高大哥 别叫大哥 叫老师就行 是 谢谢高老师 还有啊 我这儿白天客户比较多 对你干涉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自己找个地方去整理 晚上呢 你可以过来 查查资料 行 那谢谢高老师 我先走了 好 就这样 喂 我是高城 我小乔啊 什么 罗大进说的 我去 居然敢告我 看他妈谁倒霉 哎 爸 你不是在超市做西餐外卖吗 怎么这么早就收工了 哎呀 今儿个 老师他没去 那都是订他的那小厂 不忙活我的活 这就回来了 看来啊 人家中餐赢了 我说今天爷呀 心情肯定特别不好 哼哼 那哪能呢 人家那本来就是高级厨师 那叫民厨 爺爺 这办拉架 哈哈 也就凑个热闹了 为的就是帮着 艾朱跟石秦他们呢 哎 让老石头在家 不至于老琢磨他那个病 嗯 从这个目的上来说呢 你 达到了 哎呀可可 嗯 你 你不是在那超市打工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走啊 哎 今天呀 本小姐心情不太好 再说了 那么大点超市 我去干嘛去啊 我现在呀 是专攻于肖邦的酒吧 嘿 你知道吗 昨天一晚上 我就赚了两百块钱的小费 再加上肖邦给我的一百块钱的工资 我现在就是三百块钱了 哎 你可真够可以的 包在那酒吧 一个晚上才赚多少钱啊 让你搜花了一百块 哼 我看他早晚得让你搞破产了 哎 嗯 我说 你白天不唱歌吧 在家复习余功课吧 看看书 嗯 正要去呢 哎哎 去哪啊 家里这么轻易不在家里复习 是不是要给你补习外语啊 哎 那你让他到酒吧找我吧啊 我先走了 拜拜 小明哥哥 我说吧 可可那心思啊 压根就不在复习功课上了 爸 我还是有点担心可可 他要知道是你们商业好了 把他和男朋友拆散 他会恨你们的 哎呀 我们的是为他好 不会的 哎 今晚吃什么 我来做 维康 又不会回来了吧 啊 他有一行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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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大姐 自己找找没啊 是我网 您看您这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不干了吗 本来有些人还订您的小 就是 你这么大的岁数人呢 说话不算话呀 这风风火火开场还没两天 你有关了 你让我怎么跟邻居们说呀 跟大家伙说什么啊 我对不起 你说 我觉得 你觉得什么 他就是因为我不让你捐虎 才成绩拆我的台的 我为了上跑 我还不是为了他吗 是石金和石柱找我帮忙 我才开的这个小丑 还把人云山拿来了 他还不敢拉 不敢拉倒 我还省心了呢 哇 石伯伯不是因为这个走的 他是因为他的病重了 你看 石伯伯家现在这样 我们能看着不管吗 老的病了 小的也病了 不是说邻居就能看着不管 我们也应该 你还是要捐骨髓 是吗 我看应该是捐 说来说去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呢 捐骨髓 那像捐血一样 那是闹着玩的吗 你捐着骨髓 什么时候才能补得上呢 再说了 你的腿还没好呢 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自己 妈 其实捐骨髓 没您想象的那么严重 成文刚买了本捐骨髓的书 我给您拿来看啊 这跟献血一样 没什么 你呀甭拿 我也不看 这成文也真是的 都不走往外拐 还口口声声的说喜欢你 到头来 把你往火坑里推 我呀没站着干女儿 她还不如阿兰呢 妈 爸 爸 小丑 你怎么不做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身体挺好的 没人不舒服 来 喝几瓶 想吃什么 我去买 你怎么回来了 你这人干什么呢 爸 我车钥匙突然找不着了 时间还得给我接他呢 你说这车钥匙 扔哪儿车的 师叔 你也来帮他找找 你 你这么 哎呀 你个车钥匙就乱扔了 不是师叔 你帮我在沙发底下 柜子底下也看看 爸 我的房子看看 嗯 你还磨蹭什么呢 你帮他找找 你怎么回事 你就帮他找找吧 哎呀 你这愣着什么呀 这是 这拿着什么 people 你想看 这肯定只能让他找家 น丰 啊 行 你LEPH Tôi 是 他 那你就是说这得报案 那肯定得报案呀 别着急 我得问我罗大金 他怎么会这样呢 师叔啊 这不是证据吗 那你还谈话他什么呀 爸 就是真的是他做的 我们要给他个机会 问清楚啊 我现在就去问了 爸 来 您看着办吧 我赶紧去解释监听 你要是为了修车厂的事 我没时间 我们家被撬了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 是 那为什么 你的扳手 在我家找着了 如果是你干的 就去派出所 别等他们来找你 我扳手在你家 那扳手是我的吗 老大金 这是你的扳手吗 我们现在怀疑 你与石家住是盗窃有关 帮我们走一趟吗 凭什么说我干呢 你干什么 你就不是约上好人吗 我没干你知不知道 我没那么走 你扣我干嘛 我给你打算 雷胜 贝贝的病真有这么严重啊 白血病很严重 尤其它这么小 基本上没有抗病毒的能力 如果不及时找到合适的骨髓 每天对它来说都是很艰难的 除了一支骨髓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目前这是最好的办法 是你全副人 是你全副人